记者蔡舒元台中报道,台中市今年小益新生近3万人,应在入学前完成百日科小儿麻痹四合一,日本脑炎和麻疹混合疫苗等三剂疫苗,目前还有三成未完成施打,台中市卫生局提醒家长趁暑假赶紧带孩子接种,进入国小前产生完整保护力, 现在只要完成这三剂疫苗接种,就送限量精美文剧组,小益新生入学前应完成接种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百日科及不活化小儿麻痹四合一疫苗,麻疹在现严德国麻疹混合疫苗第二剂及日本脑炎疫苗第四剂等三剂疫苗,卫生局统计,今年台中市满五岁置入小学的小益新生中,新生29700余人, 完成这三剂疫苗接种为2700多人,比率为70%,还有30%儿童尚未完成 由于幼儿自出生至三岁前,虚拟及施打的基础疫苗疫苗共17剂,台中市有9成以上完成,但未延续及提升婴幼儿时期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满五岁置入小学前再追加接种三剂疫苗, 但接种间隔时间较长,容易被家长忽略,卫生局统计小益新生施打百日科小儿麻痹四合一,日本脑炎或麻疹混合疫苗的个别施打率74%到80%,但三剂完成率为70%, 疾管科长汤早英说,虽然三岁前施打基础疫苗有保护力,现在国际交通频繁,像今年初的麻疹疫情,如果能完成常规的追加及施打,能延长保护力,而且更完整。 卫生局推出小益新生开学前大三针,护健康在宋文剧组活动,凡设计台中市今年要就读国小一年级的新生,即日起至8月30日至,完成入学前应接种的三剂常规疫苗, 凭儿童健康手册的预防接种时程及记录表,黄卡,只全是各区卫生所,可获文剧组一份,限量2500份,送完为止。 汤早英提醒,家中有今年要读小一的新生,请家长检查儿童健康手册的预防接种时程及记录表是否完成应有疫苗接种,若还未补齐疫苗,请知卫生所。 接种疫苗时间大多在周二三个上午,或全是近600家预防接种合约医疗院所接种,详情可上台中市卫生局官网,或取电咨询。